2020年当代作家刘亮成创作的长篇小说《本八》横空出世 这部以蒙古族英雄史诗姜戈尔为背景展开的魔幻小说 一经问世就获得了巨大反响 并在2023年获得第十一届《矛盾文学奖》 这本书之所以让人神往 除了如电影《盗梦空间》般 逐个嵌套的梦境层层深入给人无尽的想象 更因为书中那个名为《本八》的草原上发生的故事 与现实世界中的我们的生活 以及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产生强烈共鸣 在书中 《本八》的韩王姜戈尔 少年英雄洪古尔 以及洪古尔不愿出生的弟弟贺兰 三个人面对同一敌人时不同的故事 把《本八》带到了不同的境地 如果把《本八》比成现实世界 那么从这三位主角身上 我们都能看到每个人自己的影子 我们所谓的活得通透 过得自然 关键就在于如何处理人性的欲望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想要的东西 但如果让欲望也蛮生长 必然会带来无尽的痛苦 人生也会陷入无法前行的泥沼 只有摆脱欲望的枷锁 适时看淡和放下自己内心的期待 人生才能轻装俭行 永远沐浴温暖的阳光 在蒙古草原中有一个叫本八的地方 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能够让他们永远活在二十五岁的时光里 为什么大家永远在二十五岁呢 那是因为 本八韩王姜戈尔的父亲 以及手下勇士 曾经与名为蒙古斯的怪兽战斗时落败 而导致这场败仗的原因 就是年华的老去 为了给父亲报仇 出生不久的姜戈尔躲在山洞里 随后出现在蒙古斯的睡梦中 把他杀掉 取得胜利后的姜戈尔 为了避免重蹈父亲的覆辙 让本八的所有男女都停在了二十五岁 永远活在最好年纪的本八人 成为了蒙古草原的最强力量 所有前来挑战的势力 最终都是惨淡收场 这让本八人有了天下无敌的感觉 他们开始了七七四十九天的酒宴 这场酒宴结束后 继续九九八十一天的酒宴 本八人享受着二十五岁的健壮身体 享受着无尽的欢愉 他们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人能战胜自己 生活中只剩下欢愉 直到有一天 草原上出现了一个名叫哈日王的韩王 这是传说中能够打败姜戈尔的人 姜戈尔不允许有人打扰他们的酒宴 随即派出了年轻的勇士红古尔前去战斗 可是这片草原已经在他们没日没夜的欢乐中逐渐变样 哈日王从曾经那些挑战者的经历中 找到了战胜本八的方法 他很轻松地打败了红古尔 并将其囚禁 消息传到了姜戈尔这儿 朝野震动 一时间无人敢迎战 无人有办法 红衣法师李淑彤曾说过 很多时候你那些义无反顾的执着 那些让你遍体鳞伤的坚持 最终都将成为浮云 所谓的年轻也是如此 时间如同流水 缓慢而稳定地流逝 在这个过程中 人们害怕岁月的痕迹 千方百计地想要保持年轻的状态 但实际上 比外在的衰老更可怕的是失去了思考的力量 如果失去这股力量 失去了想象力和创造力 即使永远保持25岁的身强力壮 那也将毫无意义 二 舍不了的欢愉是陷阱 那位名叫哈日王的韩王 把江戈尔派去的勇士洪古尔抓了起来 这个消息传到本巴后 大家叽叽喳喳 却又束手无策 所有人都习惯了这个世界的欢乐 当大难临头 欢乐即将终结之时 没有人能够站出来 拯救这一切 这时江戈尔想到了一个人 他就是洪古尔被出生的弟弟 贺兰 贺兰一直在母亲的肚子里观察着世界 从未沾到过一丝人间的世俗 他保持冷眼旁观 旁观着人世间那些容易让人沉沦的娱乐 因此 在贺兰降生并出发营救哥哥时 他选择脚不沾地 遇风而行 只要不碰世俗 他就能永远保持清醒 看惯世间百态的贺兰 拿捏着这个世界的人们喜欢娱乐的特质 设置了班家家和捉迷藏两个游戏 很快 草原上的人们通过班家家沉浸在低头搭房子的快乐中 又通过捉迷藏游戏藏在各个角落里 甚至藏在过去的时间里 对被关押的红骨儿也不再关注 贺兰的目的达到了 他轻松救出了自己的哥哥 知乎上有一个问题 有哪些千万不能碰的东西 有个高赞回答是这样的 千万不要碰的东西之一 便是能获得短期快感的事物 他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你的时间 消磨你的意志力 摧毁你向上的勇气 和本罢中的人们一样 我们也许也经常沉浸在刷手机 看电脑的过程中 把自己掩藏在虚拟的世界中 寻找来得快去得也快的多巴胺 当我们还停留在享乐时 自然会被单纯的愉悦和快感蒙蔽心智 在这样的快乐退去后 得到了不仅仅是更大的空虚 还要在这过程中耽误的人和事 也许这时候我们该多走一步 摆脱短暂愉的陷阱 选择那条让自己精神痛苦和不适 却能通向幸福的生活之路 红古尔和赫兰从哈日王手中成功逃脱 他们在这场营救行动中 明白了时间不应该停滞 他们决定跳出本巴人永远保持的25岁 让自己慢慢接受时间的变化 在这期间 红古尔和赫兰两兄弟 开始游历人间 感受世间沧桑的变化 他们看到草原上的人 为了自己的牛羊财物 逐渐放缓了曾经不停迁徙的脚步 他们的家乡本巴也是如此 本巴的韩王江戈尔 在草原上建立了九色十层的班布莱宫 和他的勇士们守着这座华丽的宫殿 享受着无尽的酒宴 创造了班佳佳和捉迷藏两个游戏的红古尔和赫兰 感觉到了这些金银牛羊的不正常 随着他们的游历 年纪和阅历逐渐增长 他们发现 人们品尝的美酒 倦养的牛羊 享受的财富 都只是虚幻的梦境 原来 本巴的一切 甚至所有本巴人的二十五岁青春 并不是姜戈尔创造的 而是姜戈尔的父亲 曾经和芒古斯的战斗时打造的梦 姜戈尔曾经希望 本巴人能够在永远的二十五岁里 保持积极向上的生活 殊不知大家 却因为被青春带来的金银财宝 困住了前行的脚步 梦境中的本巴人 不再倚仗自己年轻的力量不断前进 而是沉浸在不舍的财富中 不再动胆 作家毛姆曾说 钱对你意味着自由 对我则是束缚 人活在世 总归都希望能够天高任鸟飞 海阔平逾越 如果我们如梦境中的本巴人一样 仅仅沉浸在财富带来的快乐 那我们人生几十年 岂不是太过无趣和乏味了些 人生道路风景无限 我们当然需要金钱 但千万不要被金钱困住了前进的脚步 在我们还有奋斗机会的时刻 去追寻想过的生活 行走在想去的地方 看遍心中期待的风景 也许只有这样 那些金钱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我们也能在金钱的加持下 遇见更好的自己 本巴的结局最终还是美好的 本巴人坦诚和勇敢地接纳了一切 他们不再为梦和虚构所禁锢 他明来了生老病死 最终真实的世界应运而生 都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我们渴望在这个世界中活得逍遥自在 但有时我们都被很多东西包围 无法分清到底其中哪些才是对我们有用处的 甚至既想做这件事情又想做那件事情 说到底就是我们的欲望太强 想要的太多 人生是有限的 我们的能力当然也是有限的 不必非得什么东西都拥有 与其想要占据一切 倒不如选择 不持有 放下自己溢出的渴望 把我们从周围纷繁复杂的事物中解放出来 也许只有如此 我们才能轻装上阵 达到心之所向 活出人生该有的意义 生命终究能够通透起来